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过的都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嗨最近就是越来越忙 所以就是我们的影片的更新没有像之前那么频繁 但是呢我会抓到时间就是 持续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品啊 他在2020年的9月1号更新了他的会员制度 那到底大家 有没有开始在使用这个会员制度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养成买书的习惯 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就是如果你是成品会员 那么他的这个心智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问题 那还有哪些问题要跟大家聊聊呢 就是他的这个ESLITE 这个S是不发音的 所以是ELITEPAY ELITEPAY上线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信用卡优惠是你可以把握的 好你今天会聊聊 第三的话呢就是成品人的APP 他有就是做了一个新的产品开发上线 这个APP好不好用 有没有什么功能是大家可以去理解的 今天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探讨跟介绍这样子 好没有问题 我们就来我们今天讲最主要的第一个 就是会员心智的介绍跟探讨 我们来聊聊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官方啊 其实已经有做了这个所谓的宣传 那么你在他的网页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他说这个9月1号正式上线 那他以前旧的会员的部分 他把他就是整个做了所谓的upgrade 叫做升级 那现在就只剩下三个等级 一个是白金卡 然后另外叫白卡会员 第二个是金卡会员 第三是黑卡会员 三个等级 那之前宝可梦有分享过一个这个新闻还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一个终身会员 就是之前早期的这个制度里面的终身会员呢 他们打电话去跟承平就是询问说 哎为什么终身会员最后转回来这个新制之后 只剩下金卡 为什么不是黑卡的等级 然后他们后台去查一下咨询发现说 哦因为黑卡是要在这个前一年度要就是消费满多少 满五万 他才会就是给你这个所谓的黑卡的等级这样子 那他就说 啊我好不容易就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刷了十万块拿到你的这个终身会员 结果你换成新制之后 啊我们这些老屁股怎么办 就只剩下金卡而已嘛 然后会承平就说不好意思就只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承平他的确是一个很高明的生意人 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抓贡献度 好如果你是有贡献度的人 那么他的确是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游会 但是你必须要年年有贡献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个会员制区分成说 你如果是常常来做刷卡消费 而且是大户每年都可以刷五万以上的 那我就把你奉为这个座商嘉宾 那其他人的部分呢 不好意思就是普通人 好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宝可梦自己本身也没有到黑卡来 因为我一年真的不会刷五万在成品 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卡会员 那我们最后APP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再跟大家聊聊 那如果一般人都是所谓的白卡会员 或者是金卡会员的情况之下 权益到底有没有什么差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边有写到说 白卡会员是免费申办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不是他的会员申请 就可以直接享有白卡的权益 那他有135单笔消费777九折 这个就还好 因为你在网路上买蛮多新书 其实都是七九折的 不见得一定要在成品 才能够享有这个九折的优惠 有时候新书也是七九折啦 所以还好 那生日有一些礼物 那再来就是 看成品电影有一些优惠 那当然啦 我觉得看电影这件事情 当然是见仁见智 除非你真的有品牌忠诚度 不然的话 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参考国宾体系 或者是威秀体系 因为他们其实都有搭配一些会员 或者是信用卡 都有一些不错的优惠 你反而不见得要使用成品 除非成品给你的一些会员制 是更好的优惠 不然你不见得要去使用这样子 那金卡会员的部分 这个点数累积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探讨一下 它的这个回馈比例是多少 金卡会员的话是要 白卡刷六千才有拿到这个金卡 那金卡每年的累计 就是消费八次就可以了 买八个橡皮擦 分八次结账也可以 或者是你买八本书 大概一个月去一本 大概就OK了 所以这个金卡会员的等级 对我来讲 是每年要消费八次 我觉得还可以 包括你在成品通路 比如说美食界吃饭 报会员这也算是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八次 对于一般人来讲不会太困难 但是如果你要年年消费六千块 可能就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买书 那它有一些什么优惠呢 唱榜有七九折 然后全年消费九折 然后再来成品生活指定专柜有九折 生日专属里 它的生日专属里有时候都是一些兑换券 或者是说再多给你一两本书 可以有七九折或七七折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都还好 艺文展演八折 然后成品电影院票价优惠 然后或者是 最后的话这个点数回馈 刚刚讲到白卡是五十元一点 然后这个金卡的话是五十元两点 那我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撇步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喜欢看一些艺文票券表演的朋友 其实成品会员对你来说会有帮助 因为像我在很常在两厅院的系统买这个所谓的戏剧的票啊 我带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一起去看哦 那通常我用来折价的优惠 不是这个两厅院的会员 不然的话就是成品会员 所以我觉得成品会员在某些程度上有一些优势 是可以让你看一些艺文展演有九折的优惠 你看越多赏 其实你达到折扣越多 你就越赚了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 如果你是爱看艺文表演的朋友 其实你也可以把两厅院会员 或者是成品会员把他留着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有这个折扣的成效 那最后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黑卡会员 黑卡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黑卡到底可以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 他如果是金属卡我就会很努力刷了 但他不是金属卡 那是一张塑胶卡但是黑色的 那到底有什么用呢 金卡会员消费蛮5万 而且每年都要消费5万 你才可以年年持延续这个所谓的黑卡会集 所以我觉得难度蛮高的 那再来的话呢 他是看一下 序位条件这边想说 年年都要刷5万嘛 很难 那再来他有一个升等礼 大概只能拿一次 专属黑卡一张 然后唱榜吸9折 全年消费85折 这个倒是感觉不错 因为有时候他一些普通的书籍 是没有折扣的 那你是成品的 这个所谓的金卡会员 也不过才9折 所以他给你85折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然后指定专柜这种东西都是比较贵的 我就不见得爱 生日专属 然后酒教85折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爱看 这个爱喝酒的 也许成品酒教适合你 但我是比较不常去买 就还好 那成品电影院还有购票优惠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下面有一个原有会员的转换机制 就是如果你是他的 这个怎么会讲 这个是不太让我放大 这个如果你是他本身的救治的部分 你要注意 如果你是累计卡 他就直接给你白卡 那如果你是累计卡 而且消费6000的 或者是原本的成品人会员 就直接给你金卡 那除非的话 就是你已经有消费超过5万块的 才会给你晋升到黑卡 所以你自己如果本身是终身会员 救治的终身会员 其实就是直接变成金卡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们有针对这些老屁股 有给一些额外的优惠 那上礼拜其实我也有分享这个 我们这个好朋友 我们的研究生大大呢 他其实也有分享说 他还是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他也很努力的 想要取得这个成品人的资格 还是学生的时候 但是呢 他就在忽然间有一年成品说 他们改制了 现在没有就是让你消费10万 然后给你终身会员这个机制 反而变成要申请他的信用卡 才有会员 所以成品曾经发行过会员信用卡 只是后来收掉了 对然后 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 那这个研究生大大他就觉得说 我也没办法消费那么多 我只是学生而已 所以后来他就索性就摸摸鼻子 就放弃了这个成为成品人会员的资格 所以他其实后来应该就是对成品的这个会员制度 就是没什么好感啊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粉丝页 其实上礼拜有分享过一篇 他的心得我也写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继续往下 这边有讲到说他的这个点数回馈升级的部分呢 白卡50元1点 你知道成品的点数1点大概多少钱吗 他其实是1000点可以折顶100元 所以他的比例大概10比1 所以你50点累积的1点大概是0.1元左右 所以你这样子如果把它除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是多少呢 我这边用那个计算机算一下 这个0.1除以50 它的回馈率是0.2 所以你要记得50元回馈1点的这个回馈率是0.2 那么40元1点的部分的话呢 原成品的40元1点其实是 我看一下 40除以 应该是0.1除以40 0.25 所以他的这个点数的话 应该是稍微在贬值了一点点 但你看金卡跟黑卡的会员的话 其实是0.1 刚刚讲说是0.1 所以现在是0.2除以50 他的回馈率是0.4 就是比现在一般的会员的0.2 再多一点点变0.4 0.4的回馈你会看得上眼吗 不过就是他点数的价值 其实还蛮低的 好 那你如果是小学生的这个副卡 小学童卡 一样就是刷卡累积 就是看你自己的妈妈或爸爸的那个等级 是哪一个等级 他的累积点数就是那个样子 好 那他有一个奖励人制度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说 哇 他送你的成品点数1000点或2000点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讲过1000点等100块 所以 就是说你买30本书 他多送你100 然后如果你买50本书 然后他多送你200 好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数字 你之后换算起来 如果你一本书300元来算的话 就是说 你花了9000块 他多送你100 所以你100再除以9000 这只是平均而言再算了 你的回馈率会多多少 1.1% 那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一本书300 你买50本 150本 这要除以2000就200嘛 200除以15000 1.3 好所以就是说 你原本的点数回馈之外呢 你再多拿到1.1%或1.3的回馈 这些回馈其实都是远远地狱 我们这个信用卡随便刷 就是普通军标 现金回馈卡2%以上的 起跳的这个卡片 都比这些点数还要来得有价值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成品的点数没有想象中的 现金的价值那么高 唯一的例外是 比如说你可以用成品的点数 去兑换他们的限量赠品 那这样子它这个点数 才有它的意义 如果你只是累积点数 并且要折现的话 那它是很不划算的 因为你随便印一张信用卡 拿到的回馈都是它的10倍以上 好不好 好 我就觉得 唉 我们不知道讲什么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 羊套杀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让你觉得我的点数很有价值 但事实上你把它算成现金 就是还好 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啦 对 那它现在的话 就是有一个下载好例 就是 如果你是它的会员 你还没下载它的新的APP 你也可以扫描画面上这个 这个QR Code 然后加入之后 你输入它的活动代码 267065 这是官方的哦 你就可以参加游戏 可以抽奖 那它其实每一个不同的分店 都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下载好例活动 板桥店 然后信仪店 然后还有松烟店 其实都有 那我后来我选择是这个 这个部分它就是抽一个 旅罐 就是那个黑松的联名旅罐 我自己是有抽到啦 好 啊你们自己 如果想要吃什么 小南门豆花什么的 你就是看各个不同店的活动 event 好 你上迷成品 你就可以找到了这样子 好 所以 今天就是我们就是很诚实的 来跟大家聊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啊 对 就是会员心智的介绍和探讨 那这样子聊了一轮之后 你觉得它会对消费者是一个好的 有真存质的这个所谓的会员机制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单纯想要就是 买一文票就有九折的折扣 那么这个会员你可以保留 但是如果你要刷很多很多 到他的就是成为他的超级忠诚会员 我个人倒是觉得还好 因为他其实好像没有提出一些非常吸引人的优惠 能够让你年年去刷五万 但是如果叫你一年刷八次一块钱 那我觉得我可能做得到 因为你可能一个月跑一趟 那你可能买一本书两本书 对于小自如来说是不会有很负担的这个情形 那倒是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平息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好来再来第二个就是 有一个这个Elite Pay上线 有啥好康可以 这边可能浪错了 好来Elite Pay 这个有什么好康可以A呢 我们一样就是再来看一下这个活动规则 我来跟大家介绍 有没有一些卡片可以让你A好康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爱看书的朋友 那么今天的这个part对你来说会很帮助 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 所以他们有新的优惠出来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现在如果下载它的APP 那么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可以绑定 这个信用卡在里面直接 以后就是在成品通路里面扫码支付 那它上市首月呢 有一些银行有做一些额外的合作 比如说花旗银行给你2500份的这个电子底储券 那至少就是在这边在成品书店买数的部分买1000送100 至少有10% 那它限量是2500份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每一家银行的活动时间跟给的份数都不一样 越大的银行它其实提供的份数是越高了 所以你如果现在是9月中旬嘛 你看到影片可能是9月下旬 那可能活动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要去解任务的话 也请你要务必就是先挑一些比较大的银行来参加 因为份数多寡有差 不然你就要第一天就要解任务了 那国泰施滑的部分的话 它一样也是买1000送100 它有2000份 所以优先考虑的应该是要花旗 不然就国泰施滑 因为他们的份数是最高 你比较不会扑空 那在中国信托的话 它是 我看一下 成米书店这边有一个 1000送100嘛 一样它限量只有1000份 所以中信比较小气 那最后的话是台信只有送300份 但是它送的比较多是2200 它只有300份 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在9月初第一天 就去解任务才有可能拿到 因为现在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都没了 所以我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花旗有没有什么卡片 可以让你绑定使用的 花旗的部分我们会知道说 它的现金回馈卡只有0.5% 所以你加上10%下去就10.5%而已 其实还好没有很多 那花旗有没有1%以上的信用卡优惠 有但是那个可能是要缴年费的 就是所谓的环旅世界卡 除非你自己还有再持续的缴年费使用这张卡片 不然的话呢 你要把免年费的卡片其实就是现金回馈预期卡就好了 但是这张卡片其实不太推了 因为它的回馈真的很差哦 好那第二的话呢 国泰释滑 国泰释滑的部分呢 国泰释滑有几张卡片你可以参考 如果你是里程跨有缴年费的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外里头联名卡 或者是长荣航空联名卡绑上去使用 那你拿到的回馈率其实就是多少钱一笔 就是5元一笔 10元一笔就可以拿到了 那如果你是现金回馈挂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使用它有一张现金回馈预期卡 国内1%海外2% 所以你绑上去之后10加1就是11%左右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往下看这个 中国信托 哇这些大银行他们其实都很少推出那种优惠很好的信用卡哦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怎么给你做推荐啊 好就是它的卡片基本回馈如果不好的话 你这样加上去是没多少哦 那我会推荐就是优先以里程卡为主 因为你有缴年费的 所以你应该要优先用这张卡片 比如说他们最近推出来的这个中信华航联名卡 或者是它的ANA 这种你有缴年费或是大中华洗手费 那么你就要优先绑定来使用 你的回馈率会比较高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要现金回馈的部分 那么你可以选择的是 有一张中信粪卡哦 就是这个米田贡卡 也就是商旅泰金卡 它是国内1%然后海外2.5% 所以这张卡片你可以考虑 或者是中信来配卡 绑上去它也有一%的LINE POINTS点数回馈 所以加上去大概就是11%左右 那最后的话台信 台信要上哪一张卡片呢 这个其实我已经稍微研究过 我觉得1.5%的那个不是下币 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接口币 用接口联名卡有1.5% 那你如果使用的是台信FRIDAY联名卡 你有1.5%的现金回馈 那我当然会比较推荐现金回馈 所以这张这个活动你应该使用的是 台信FRIDAY联名卡绑定 然后去这个成品刷2000块 你就可以拿到200元的底红券 再加上1.5%的现金回馈 大概就是多少 30吗 我算一下喔 这个2000 乘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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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30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没什么厉害的 好啦反正就是多2030嘛 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刷2000块拿2030 好像还是有点虚喔 只是为了30块 不过我觉得这300份应该已经被索取一空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从国泰释华 跟这个花旗的信用卡来进行绑定就好了 那其他银行的话不见得有机会 因为像中心那么大的银行可能也都被人家绑光光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供大家参考 所以你要拿好康 你可能就是要几张这些大的银行的卡片来互相搭配才有 那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9月份没有参加到 10月份一定还有活动或者是11月份一定有 他一定都会有准备一笔预算来 就是让大家就是开始来绑卡使用 所以这部分倒是不用担心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APP实际操作给你看 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呢我就把画面转换一下 那因为大家都一定很好奇说 那他这个新的APP到底怎么用 我现在连上我的手机 那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手机投影的部分 好来等一下让他跑一下 哎来了 好应该应该有了吧看一下 这个有了有没有在这里 好那通常我会把我要介绍的这个APP 都放到我画面上的第一页 我第一页基本上是空白这我的照片 好来那我们点开来进来看之后 你会发现他新的APP长这个样子 然后你进来他上面有一些广告会一直跑 好那下面的话就是你自己本身累积的成平点数 跟你自己有的一些电子券 好那这个点数的部分 刚刚有讲了依据你不同的卡等 刷多少给点数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是这个金卡会员 就是50元累积2点 我刚刚看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1023点就是好歹我也刷了大概多少钱 5 是不是 1-2万了 所以这个点数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点数1023点大概值多少钱呢 刚刚说10点1元嘛 所以他这只有一百块 就还蛮烂的 不是很多 但是你登入会员之后呢 你这边可以看一下 他下面有一些新品推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划一下 他会跟你讲一些有没有什么产品之类的 那他们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对 那他们自己都会有 我觉得他有的写的还不错 那像这边有个黑松城成品联名卡就是 我刚刚有讲到 如果你自己是输入他们那个官方的这个代码 那么你就可以去参加抽奖 摇一摇抽中了就有了 就是这样子 那他怎么摇法就这样摇一摇 然后他的APP就会跳一个画面 叫你输入这个所谓的通关蜜语 那那个通关蜜语你输入进去你就可以拿到 我自己因为已经摇过了 所以我现在这样子就没有 这样子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看一下 如果你是喜欢阅读的部分 其实他的APP下面都有蛮多文章 这应该是 因为 本来这就是做一个出版页嘛 所以他们的确是在文字上面 是弄的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是对于就是喜欢读书的人来讲有差 那再来 优惠资讯 优惠资讯有一个APP下载里 在这边有看到 那你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你是不是可以参加他的活动 对 欸咻 好 那 不同的 他这边有写到 我看一下 贺成品人APP上线众多书店优惠等你拿 下载之后开起APP摇一摇输入游戏码 那你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分店他都有一些不同的代码跟活动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看一下 你中间这个点下去 有没有 他这边就是 我用扫码 他这边就会跑出来了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 绑定的信用卡 那他这个条码5分钟以内要把它就是完成结账 所以这个截图区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少 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他用这种方式其实很快就可以 进行结账 那我自己还没有用这个ELITEPAY结账过 所以你们就是可以绑定 心目中的信用卡 就可以去结账 去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他这边有个门市资讯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你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的去找一下 你自己住家附近的这个成品 那其实北中南都有 还蛮多点的 我个人觉得 虽然说他最近好像一直不断的在收谈 但是又好像有在策略重新变更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可以用这个APP来查一下 你身边附近有哪些地方是有成品的据点 你就可以去买东西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个人资料的部分 那我看一下 你在我的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大概刷了11093元 所以大概1万多 我还可以维持清卡的会员 我刷了13次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消费记录就是 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消费 这边都有 然后野助兑换可以换什么 它这边有写 50点可以兑换一些什么经典绝版的商品 或者是点数加架构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导入了很成熟的商业元素在里面 那你可以自己去看说 你自己的点数再加上这些费用 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负担的 那这些点数其实一样也是会有过期的问题 大概都是年底 就每年会清点一次吧 点数就会清理一次 所以你自己就是要确认一下 这个新APP下载游戏活动 这个我已经拿到了 我这边有一个兑换券 黑松联名评 我已经有拿到了 这游戏基屋这边点下去看 有没有 对 我都有拿到了 好 那基本上的话 它的这个整个会员的资料是这个样子 我看一下 它每个月都会送你一个七七折的券 所以如果你去现场买书 你买到的是原价或是九折的书 你可以用这一张 那剩下的话就是 赞钱店单数七七折 10月底之前我还可以再去用 所以它这个部分你就是可以自己去看这样子 好 所以它的APP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然后我觉得也是蛮简单的 那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如果你自己还没有下载这个成品APP的话 欢迎就是试试看 试试手机速定 你还可以把一个小赠品带回去 这个是蛮有趣的 那我们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看一下 它现在画面还没有切回来 好 等一下应该要切回来了 好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这个 寶可梦金句 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说 诶今天这个产品啊 回来了 就是到底它的这个产品 我最后对它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要来讲 就是它其实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这个厂商的暗黑行销数有关 就是他们推出的这些所谓的会员机制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怎样 养套杀 当然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就是有点极端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点数会员机制都是这样子的 好你不要傻傻的就陷入人家的陷阱里面 好人家其实推出会员机制图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它做更高的贡献 那你自己就是计算机要拿出来要算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不划算 甚至是没有必要的 那你其实不见得真的需要去加入它的会员 或是努力去充等级 因为它可能三五年之后还会再改版一次 那你现在做的努力其实最后都放水流 就好像之前讲的那个所谓的 中程终身会员 结果最后一改就只变金卡 所以它其实对于这个老客户的部分 感觉上不太厚道 所以我之前倒是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还是年 学生族群也没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 你要我一年刷十万块买书 还真的有困难 但是呢真的有人做到 那这些做到的人后来变怎样 就是打回原型都变普通人 都是只有金卡会集而已 那何必呢 你当初为了拿到一个终身会员 花了十万块 结果最后人家缩改就改 这样子不就是养套杀吗 他就是讲搞搞就是吃定了你嘛 所以其实成品在 针对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些回应 其实我觉得社会观感其实不是很好 他们其实没有 感觉上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那当然人家讲说占商严商嘛 那当然没办法 他这样做其实没有错 但是呢我觉得消费者也可以有自己的自觉 你可以去选择哪一个会员制度 是对你比较好的 那他如果真的可以呃对老朋友也很好 那也许你才值得你付一点 这样子更多的时间或者是金钱在他上面了 好所以我对于呃成品的这个黑卡 我其实不会非常的呃认真的去追求 因为我觉得我有需要我去买书 然后就累积点数 那能换东西就换不能换就算 我绝对不会为了这个而去疯狂的消费 那倒是不用 因为说真的如果你要买书的话 你觉得我觉得实体的店面也不见得只有成品 你也可以去进士堂 或者是呃网路上博客来也可以买啊 那你只要抽到一定的免运 比如说你一次买两本书 那你其实就不会有运费问题了 或者是三本书 那这样的话你说不定还有更高的折扣 也不一定就是呃六六折啊 或者是更低的折扣 其实也都有 所以你反而不见得一定要在成品买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实事求是 就很直接的跟大家讲 你不要被他的会员机制给捆绑住 然后就被养套杀 你就是卷便宜来做就好了 你要有会员忠诚制度 那你也得先看你拿出一些什么邮会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又为什么要陷入他的这个消费陷阱里面呢 所以消费陷阱一定要知道 我都跟你讲了不要在陷到里面去了 所以今天的探讨就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来说还不错 有帮助那也欢迎你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呢就是可以去理解到说 成品会员其实这一套是怎么一回事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